中国有很多美院嘛 然后美院的话都有老一代的艺术家 又有新一代的艺术家 然后很多你以前的同学 还有我的同学 有很多都是美院子弟 在美术的家庭的环境下长大的这种 画二代画三代 他们在艺术圈里面是不是更加有优势呢 你觉得 从成传关系上一定有的 这个从成传关系上一定有的 因为他们的家庭就是跟美术界密切相关 他们从小就在美术界里面竟然长大 他们的最大特点跟所有外行或者说没有背景进入美术界的差别就是很小就对这一行不惊不惧 没有新奇感 那么好处是从容 坏处是模仿 但是这个问题偏有意思就是说 每二代每三代这是没办法的 尤其我在美院观察 好像美院的孩子最好在考美院 中大的孩子数学学就好考数学物理就好考物理 因为他有个家庭关系 而且我发现我在中大的观察很多优秀的学霸 大部分来自中学老师的后 因为中学的老师就是培养学霸老师 然后他们就终于在父母的培养下成为学霸 然后考上好的大学学生也很优秀 结果是他们就不能把他们孩子培养成学霸 因为他们是大学老师 有很多问题 就只好干脆就方便点了 你就花花咯 或者你就数学了 或者什么东西出现我李刚所说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现场导师提醒我们另外一个问题 我把它叫做代际的一种趣味的对立 这关道很有意思 就是说以二代每三代为例 我的同学其实本身趣味也很不错 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趣味很不错 也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代人 我们可以谈得比较默契 但是他们在忧心重重的谈论他们的小孩 比如说12岁13岁14岁的时候 谈什么呢 网红 网红对我们这一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实不是现在才出现 原来就出现了叫cosplay 我的一些朋友就非常惊讶的 眼睛灯了立多元的事件 说怎么办 我说干嘛 我的女儿 玩cosplay 然后给我看照片 你看看 我说怎么办 我不是 Full me 然后我不能阻止 阻止怎么办 我们必须学会 我们也就cosplay 然后形象有差距 我就发现这个趣味的尖锐的对立 越来越明显了 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 这引申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特别是一个家庭 两代人或三代人都在从事艺术 这个毛泽人就很有意思 就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在温哥华的经历 可以做一个例子 我们这代人 或者我们上一代人 特别是一些老华侨出来 广州出来的 我接触过一些画家 他们 他们内心深处满怀广州美术学业梦 所以是广州出来的人 如果是北京 可能是中央美术学业梦 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热爱画画 但可能考不上副宗 或者没想考了个副宗就跑出来了 这个现在在海外 可能更明显的在国内 就是他们也希望他们太少画画 他们对孩子画画的全部要求 就是画广州美院 油画新的写实 就是他们当年达不到五万块 然后就希望孩子能做到那种 对 对 就自己画得不够好 孩子要画好 一到写实 其实什么叫写实 我们学美术学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当然也是很简单的问题 因为今天画家不等于艺术家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他们只是讲的 我通过这样的人 讲起孩子来 有时讲得很痛苦 他居然不好好的画石膏 基础啊 我当时想什么基础 不画石膏就不画了 干嘛要画石膏 我这样讲的时候是有一点美术史的一些训练的结果 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但现在这个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共同 这个共同的这种共识了 但还是有少数人还是觉得一定要非画石告不可 没办法 现在已经变了 现在因为我说这些人老了 他们已经不能控制大军了 新来就上来了 但是当时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上一辈人和我们的趣味差异 但是我们和下一代人究竟有没有趣味差异呢 这是个考验 我很长时间都认为 其实你如果对当代艺术或者对整个艺术发展有足够了解的话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不过下考验来 比如说我也有个女儿 她也13岁 她每天Cosplay 那么我就没能接受了 我能接受是出于人情事故 但是我的趣味不能接受啊 我那些美院的同学老同学就非常痛苦的 网红啊网红啊 你能理解网红吗 是吧 今天抖音啊什么哎呀那些东西 简直是不得了啊 就是像我有一些先是先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 有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 但是也很厉害了 他在网红 他也据说是美术界的很重要的网红啊 但每天在出现的时候就吃面条啊 哦 嘿来了 那就很多人看了 然后我们 那个是情为艺术 不是啊 不是啊 听说很成功啊 商业商业很成功啊 网红销售很成功 就说 就说你在网上你看一个人不但往里笑的时候 看久了好像很想看他笑 哈哈哈哈 没有任何深度啊 那么这种趣味差别怎么回事呢 就想起我自己的一个概念 我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在传播学里面呢 传播学里面最早有一个概念叫知识鸿沟 嗯 知识鸿沟就是不同代价的人 因为知识背景的差异 我们形成一个不能交流的鸿沟 叫知识鸿沟 对吧 对对 知识鸿沟 我懂法语 法语文化对我去支持鸿沟 那么呢 延传到传播学 其实人家就有人提出 有叫做什么 数字鸿沟 那数字鸿沟 今天已经很明显了 在中国比如说现在 中国手机很重要 是吧 各种干嘛出来 我们去核酸检查也好 去那个现场也好 总之看来像老年人急的跳舞一样 因为他不会弄手机 他不会弄手机 他就弄不弄干嘛 对我们来讲是很简单的这个手机登记 他搞了稀疏糊涂 欲哭无泪啊 这个叫数字启示 这是因为数字鸿沟 而数字鸿沟在全球范围内 在不同国家的那个信息量的 差别的情况下更明显 就出现一个国际数字鸿沟 它又就是 还有一个数字差 就是说 所以2005年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2005年联合国家公文组织 重新定了一个文盲的概念 原来文盲是一个文盲是 认识的这个有效的文字 不超过300个叫文盲 后来增加了 不会使用电脑 2005年不会使用电脑是文盲 我后来发现绝大部分老教授都是文盲 因为他们不用电脑 而且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 我们这代人 或者我们上一代人 你不会用电脑为融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到今天 我在国内还是有些朋友 告诉你我是不用微信的 不是 你令我想起来现在新一代的 00后甚至10后 他是反过来 他可能真的不会用电脑 因为他会用iPad 用手机 他没接触过电脑 然后他很奇怪 为什么电脑要按开关要开机 你说的没错 这是新的鸿沟 就是说00后 他们不会使用电子鸟箱 上什么电子鸟箱呢 智能手机以后 所有电脑的这种操作系统 他们就申诉 这就是新的鸿沟 这个叫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的翻新 和代际差异越来越大 这符合传播学的基本原则 这个传播学里面讲得很清楚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传播学里面讲的 所有这些手机也好电脑也好 都叫载体 载体的发展是这样的 载体越来越高科技化 它的特征是 它的特征是成本越来越低 效率越来越高 使用越来越方便 符合人的一个什么要求 重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